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表示当时现场因为自己表演的顺序和彩排不一样 主持人担心出错才小声提醒 并不是自己找得拖 但是无论如何 刘谦是借着这回春晚的舞台彻底红了一把 在此之前 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魔术师的演艺生涯 今年33岁的刘谦出生在台湾高雄 8岁就开始登台表演魔术 12岁就拿下台湾地区儿童魔术比赛的冠军 当时为他颁奖的正是国际魔术大师大卫科伯菲尔 如果当时我在这里底下没有得奖 我可能就不会持续下去 这个比较赢是让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 你努力做一些事情就会有回报 尽管热爱魔术 但刘谦最初并没有打算走职业魔术师的道路 直到大学毕业后 学习日语的他在找工作室四处碰壁 好 那我做个日文无关的工作 我可以到处乱找 然后后来我碰过很奇怪的公司 那种搭片集团 是不是一进去之后 然后会有放那种音乐 然后各位 今天开始有没有想公民的未来 你也是参照公司 在中国的逼迫下 2001年刘谦开始参与一档电视魔术节目的录制 在上海街头整整表演了三年魔术 三教九流 各色人等都曾经是他的观众 在街头本是世界上最考验魔术师的事情 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呢 无论是警察 流氓 挑衷的农民 任何人我都被人看过魔术 我们在农村里面 然后我们被人给农民看 然后农民最后全部升起了 要拿粪去剖我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打了要他们跟做 流氓的街头魔术让许多观众大开眼界 别闹出过不少笑话 我们那时候的这个魔术效果是 我们去担火店买牙膏 然后我们就跟老板说 这牙膏味道怎么样 老板就说味道很好啊 好吃吗 牙膏怎么能用来吃呢 然后我们两个就一人一条 拿起牙膏来 整条 干掉 是真吃吗你们 没有 我们把牙膏换掉 换成巧克力那个酱 因为我们的道具是剧组人员准备 其中的剧组人员忘记把牙膏换成巧克力酱 神奇的魔术带给了观众无尽的想象和快乐 现在有许多网友热衷于破解刘仙魔术 对此刘仙并不认同 他表示魔术的魅力在于他的神秘和未知 其实对一个击倒一切的魔术师并不快乐 如果喜欢看魔术师他会觉得自己回到童年 而其中呢 最感受不到这种快乐就是魔术师本人 因为你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 就算你看其他的魔术师表演 你也很难有这种乐趣 所以偶尔 那就知道 你再来 帮我 那我来 不想到 我来 给我 我来